首先第一个我先把那个界面部分先做出来 所以一样你可以 其实你这个CH14 你可以拿之前的那个11来付另外另存新档 然后稍微做个修改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我是利用上面这个选项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选项按钮 加进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它会有三个选项 你就先把这个上面三个选项名称改 另外的话呢可能需要改一下它的name吧 它的name特别注意我是用那个叫gas 所以如果说你要跟我一样的话 记得把name的部分改为gas 而且三个都要一模一样 那其他id部分 我是记得这个地方可以用预设没关系 value呢原来是空的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它改成123 这个123呢其实刚好对应到 我们正列的位置 那我前面有讲过 因为本来那个正列的位置是从零开始 那零开始其实有点麻烦 因为变成你每次要抓的时候呢 都还要在加一减一的话 那其实要抓那个正列的位置很不方便 所以还记得吧 我在那个石头剪刀布 前面多加零的那个位置 我是补个空字串 反正就避开 那以后的话如果它选的是一的话 基本上刚好对应到的是正列位置 一样就是石头 剪刀布 OK 所以特别主要第一个 请你把那个选单先做 就是这个选项按钮先做好 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程式 那程式 其实你也可以拿之前我们那个 就是这个啦 石头剪刀 我们之前的逻辑 按一下它 它会也是要在跳三 然后呢 只是这个啦 这个prong 我输入一个2好了 OK 按确定 我出布 你出剪刀 这样也OK 可是问题 在手机里面毕竟 还是需要给它一个表单的元件 所以呢 我要怎么做修改 其实程式 你可以拿这个 我们之前的那个 14在这里 这一段 其实基本上架构 大致上都相同 顶多只是改什么 改这个名称 另外by的click 这个我是把它做一个修改 另外还有哪些地方 可能需要变 特别最后 这个地方 prong 所以你这个prong 最后输出的话 我本来是用align 但是你要把它改到opt里面去 所以关键就是在这几个地方 稍微做个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 这个地方该怎么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程式部分 就刚刚这部分 接下来呢 一样 其实我只是把什么 按钮的名称 我本来按钮名称 也许是JS14 然后呢 当它执行 按下去的时候 去执行的名称 我是要做修改 不过这个应该是没问题了 只是特别去改对就可以了 其他的部分呢 我都几乎都没改 像这个地方 你有一个ray 一个阵列 这个位置呢 我刚刚讲过 零呢 我是补一个空字串 就是不用它 为什么 因为这也是取巧 我是觉得 这有时候 要加一减一 同学常常就脑袋就打结了 到底什么时候加一 什么时候减一 头都昏了 对不对 所以用这个方法最简单 不是说阵列 你想说 没有一本书我看没有人这样写 只有我这样写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好理解比较重要 因为其实你脑袋会打结 都是因为 你用你的人脑 去想象电脑怎么跑的 可是电脑永远比你跑的人脑还要快 而且它通常是线性的 你如果用你的人脑就跟它比赛 人脑一定会受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尽可能怎么样 你把 你不能改你的人脑 但是你可以改电脑的程式 尽量改得跟你可以理解的 完全match 这个好处就是说 将来越match 你越不容易花脑 就是花心思 反正这样应该可以懂 0不用 那就123 OK 所以123的话 以后要比较 就比较简单了 OK 好 第一个 第二的话 我们一样乱数 乱数这个取得一个数字 反正不就是什么 1到3 那就是123里面抓一个 这是电脑跑的 乱数跑 OK 乱数跑完之后 再接下来换成什么 使用者 实用者到底选哪一个 所以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执行之后 它会有一个选取的动作 再按确定 那我怎么知道呢 使用者到底选哪一个 关键就在这里 其实 并不困难 一行而已 可是这一行非常重要 而且我发现 其实JQuery MOBA 这个地方真的太简单了 以前我们用Android Studio写 写一大堆 还记得吧 但是JQuery MOBA 一行就搞定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真的简单许多 那怎么去抓 其实大概的逻辑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个地方 抓取资料的方法 特别重要 一样去宣告一个user的变数 那抓的方法一定是JQuery JQuery有没有 怎么去抓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一块面的东西 当然你不见得一定要背 可是至少你要知道说 它的逻辑 它的逻辑是一个 先刮糊 选取什么 特别说选取一个input 后面的话 这可能逻辑上比较特殊 不过你也不太需要背 因为你冒号的时候 input的人 他问你说 input的类型是哪一个 那你告诉他radio 对这边会出现吗 Enter一下 第二个呢 他问你说 那你要radio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那你就什么 Check的 我希望你帮我抓出 哪一个被Check的 怎么样 选的对不对 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他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你接下来就是用中瓜糊 跟他讲说 我的name有没有 的属性 叫做什么呢 等于 后面的话呢 有没有 我们的name三个都一样 对不对 那就是三选一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名称呢 也是要打上去 这个地方恐怕你要自己打上去 最后的话 因为会有前单引号 需要有一个后单引号结束 有一个前刮壶 需要一个后刮壶结束 然后你要抓到这个的东西 谁被点选之后的什么东西呢 点value就好了 告诉我 那个里面的value 我们里面不是有设value 123哦 OK 那就是当他点选 请你告诉我 他的value是多少 所以如果他点的是石头 那就是123 有没有 应该这个逻辑 而且其实我发现 这种写法真的好简单 如果跟那个 就是enjoy java写的话 那再简单太多 然后return回来 不就是1 不就是2 如果你有很多选项 他就是照顺序吧 那你再配合一个阵列 就可以比对出来了 我觉得这太简单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value给抓到 加个分号 好 结束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去抓到什么 抓到你的radio 当然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就是多选的话 那就是把radio 改成叫checkbox 就可以再去抓到里面 不过他这个地方 因为多选 单选就一个嘛 可是多选可能有好几个 所以多选的话 可能要再跑一个回圈 再去检查他其他的地方 有没有被check的 如果有 那就告诉你 哪几个被check的 那你再去做判断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也许多选 后面看有没有范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多选的范例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已经知道 他选了哪一个 就丢给user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computer 这个是user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多一个message 这个message 实际上就是空字串 那我就怎么样 我出什么东西 有没有 那用head 这个是一个阵列的名称 去抓到这个head的第几个 那如果他今天丢过来是2的话 那就抓剪刀 我出剪刀 你出head 这个user如果选的是第一个的话 那就是什么 石头 有没有 那就把这个串起来 并且加一个br 因为我后面是放在那output的DIV里面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比对一下 到底赢还是输 最后把结果输出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而且本来程式应该是很复杂的 不过我发现 这个在这窟里面写 真的简单许多 应该算不复杂吧 还是看起来一样复杂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要在稍微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里 就这个地方 那你就把它执行确定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去check哪一个 有没有 我这边有跳 有没有 我出石头 你也出石头 平手 OK 其实好像还有个地方 可能再多一个D4值吧 这个我看是不是有个D4 D4值 有没有 如果D4值是石头的话 最好给它一个选取 save一下 然后再把它及时 OK 然后预设值就有了 剪刀 确定 这个可以到后可以 alarm的可以关掉 只是说 出错的时候 我出布 你出剪刀 你赢了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特别注意 这个程式 主要也是从 上上礼拜 那个石头剪刀布里面 把它做个修改 最重要就是说 把那个选取的元件 本来是一个pronger 输入1,2,3 改成什么呢 选项按钮 OK 那这个选项按钮 将来用到的几率 是非常的高 因为 只要你牵涉到是单选的话 就可以用什么 就是用Radio Radio它的取得词的方法 我倒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还蛮高明的 因为呢 它只要一行程式 以前我们在写那个 不只一行 还要做一些判断 这边的话通通不用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我有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画面 当然我主程式没放上去 你们要找那个前面的程式应该很简单 就再把它前面的来做修改 应该就OK 里面大概就是input这部分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了 就是把它输出 试试看